高专利今天是一搏一搏的走进法庭内 他坐在律师的旁边 全程几乎都闭着眼睛摊坐在椅子上 只有听到有记者在的时候 他偷偷看了几眼 但他除了承认添加同业率素之外 其他包括所谓的餐位假冒 他通通不认 面对问题要愣上好几秒 最后结巴回应 有人就怀疑他在上演苦肉计 道歉一下吗 你这样子对得起还会 都不用道歉吗 高专利首度出庭 一样压舌帽加口罩 走路一搏一搏 左手压着领子 短短的十公尺 走了两分多钟 来来来 好谢谢 终于进到法庭内 高专利坐在律师旁 拿下口罩 眼镜压得不能再低 瘪着嘴 全程几乎都闭着眼睛 靠着椅背 看坐在椅子上 因为就当法官要他念出他的生日的时候 他勉强的拼凑出来 不过问他身份证字号的时候 高专利竟然说 他忘记了 不过当审判长提到 现场有记者时 高专利忽然睁开眼 看向记者区 被问到认不认罪 高专利这么说 他表示呢 关于添加同业绿素 他是认罪的 不过对于其他的诈欺罪 以及混油的部分 他表示这个部分 他不认罪 高专利全程话不多 都有律师来应答 引来检察官的不满 直接站起来大骂 你标榜冷压的橄榄油 但厂内根本没有冷压设备 就连我都替你汗颜 高专利在庭上表现得相当虚弱 双手甚至摊在桌上 不停抖动 不过当听到交保金是1200万 反应突然很快 直接说我现在没有钱 但审判长直接回他 你的太太和妻女的财产 没被扣押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准备庭 高专利有气无力的走出来 需要罚警缠扶 还腿软了一下 差点摔倒 高专利到底是身体出现状况 还是上演苦肉鸡 记者陈思远 陈广伟 林建文 燕盈 SNG小组 张华采访不到 您好